王心凌出道12年终于登上小巨蛋 她也自曝其实这场演唱会 全因为和姚元昊的这场恋爱 延迟了三年 三年前 我因为一场恋爱 我几乎失去了所有 即便背上小三罪名 王心凌不后悔 但这段三年多的感情 谈到婚事却卡关了 周刊拍到1月17号晚间 姚元昊眉头深锁地 步出南港一家餐厅 接着王心凌也带着弟媳走了出来 只是看起来心事重重 弟弟替王心凌撑伞 王心凌的表情始终很严肃 直到上姚元昊车之前 才又回头看弟弟一眼 无奈苦笑 周刊报道目击者听到 姚元昊提到结婚计划 但王心凌的母亲听到后 却没反应 气氛相当尴尬 王心凌母亲爱女心切 认为姚元昊这两年来 工作不稳定 加上休闲活动都很高档 室内的空间 它这边有一个双口炉 然后在这边呢 还再搭配一个冷冻型的冰箱 姚元昊迷上露营 光是无动力露营车 一台就要四百万 每个月还要有维修保养 和停车费的支出 过往姚元昊也热爱赛车 这些兴趣都花了不少钱 王心凌妈妈心疼女儿 感情路波折 如果结了婚 收入不稳定 也会很辛苦 因此无意答应婚事 不过对此 双方机器人都否认 只说当天聚会 就是家人吃饭 两人工作满档 占无结婚打算 记者 黄英文 李英伟 台北报道